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老师说 回来跟我们说 那也不能先动手吧你 张老师 那到底是为什么呢 你说平时米桃跟欢欢是最好的朋友啊 就算有什么误会或者口角 可能我们欢欢平时脾气急了点 米桃是特别温和的孩子 怎么会动手呢 就是啊 这个高家长叔 多半不是欢欢漏发给米桃的 应该是他故意不发给米桃的 因为这一段时间以来 我多次看到 欢欢的 为什么那么对米桃 我没怎么对 张老师电话都跟我们说了 爸妈妈想知道原因 我就是不服气 为什么你们总是表扬他 我做什么事都不如他 我考第一名就没有才考第一名厉害 同学比你优秀 你应该努力向人家学习 向人家看齐 你怎么能欺负人家呢 看来老师这么冤枉你 明天到学校 你必须跟米桃导个选 别等明天了 就现在 现在去 孩子在学校的事 我们听说了 也跟老师了解了情况 欢欢在学校 对米桃的不当行为 是我们家里的教育出了问题 那个我们已经严厉地批评过欢欢了 没事 都是孩子嘛 不要紧 对 没事的 总之呢 我们今天来是跟米桃来道歉的 我也有不对的地方 我不应该推你 欢欢对不起 欢欢 米桃对不起 我给你道歉 没关系 真的 你别护着他 这是原则性的问题 还必须得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还有呢 你 你学习成绩比我好 比我优秀 我 我应该向你学习 向你看齐 哎 我问你 对不起啊 春节 要不去我妈那儿过吧 再说 马上过春节了 这课要不 先暂时停一停 那怎么能停呢 假期就是利用别人放松的时候迎头赶上 为什么非要跟别人比 为了要有个好成绩 就故意数一个根本赶不上的目标在他前面 没完没了地贬低地打击他 这是教育吗 拼孩子拼孩子 你别让孩子爬了 你管孩子一个就闭嘴 不是愿意教不成人 你们班有个叫大龙的学生吗 大龙就在那儿呢 你们离婚都不问小孩子的意见呢吗 我不跟你走 我要和爸爸和爷爷奶奶在一起 爷爷 老板你 对不起啊 快去看看吧 不好意思啊 没事啊 没事 没事 没事